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初审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 由于条文明定设置在行政院核下的促转委员会 调查的时候遇到抗拒可以通知宪警协助 国民党立委重批是警总在言 不过文章党立委强调动用宪警是为了保存证据 立院司法委员会22号初审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 南陆党团都甲级动员过程中突不断 在国民党团退席抗议之后 全案在晚间初审通过 草案明定主管单位是行政院促转会 人数9人经国会提名立院同意任命 同政党不得超过3人 负责开放政治档案以及处理不当党产等事项 对此南营立委批评陆营急着初审通过 是操之过急 草案也都明定被调查对象 如果涉及引力伪损资料 最高可以处5年的徒刑 调查的时候如果遇到抗拒 或者为了保存证据 可以通知宪警机关协助 被南营立委批评是 行政凌鸽司法警总再现 不过民进党立委强调 动用宪警是为了保存证据 虽然草案还需要交付党团协商 不过因为民进党团力拼 速转条例 在本会期通过 立法院几乎已经是确定 7月15号休会之后 还要召开临时会完成三度 不过民进党的额团 是有点可怜的 并是有点可怜的 可以安排到 未进党立委批评